男人扛着最倒的女人 直接把他送进了富豪的房间 男人对此却猥琐一笑 尽管富豪有些嫌弃 可看着眼前身材火辣的拉西 他还是没忍住凑了上去 很快战斗的号角就被吹响 当富豪心满意足从里面走出来后 儿子泰迪也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胡子哥见此赶紧关上房门 露出了一个懂得都懂得笑容 在发现拉西已经被占领高地后 泰迪瞬间失魂落魄心如刀割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呵护的宝贝 居然被父亲别毁了 在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后 泰迪不甘心地来到床边 虽然心里头有些隔音 但吃父亲的残羹剩饭也算不上丢人 三秒钟后拉西亮向着走出船舱 发出了绝望至极的呲吼 接着他跌跌撞撞地来到甲板上 想要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男友泰迪却一把将他推开 看着深不见底的海水 拉西刚准备跳下去 就又被一个老头拽了回来